就是他不管怎么选 我觉得都也可以理解 对 可以理解有他的逻辑 王哥打下来一个 这一分是要收下来 是的 这对GFR来讲是一个不太好的消息 他现在也是很需要充分的一个队伍 没错 那个防区肯定就不会动了这个圈形 是的 他这个时候趁这个FTF不动的 他直接拿左上角这个窄边 但是现在BGP的这个踩点 其实我们说这山顶的位置是容易被偷袭的 没错 你偷袭我之前我就先把你偷袭 是的 这是他的想法 也有可能会反过来 是的 有机会可能把一侧的这种分数给收完 对 这波南南 打下来一个面对老对手 达纳瓦并没有心思手软 这样的话达纳瓦只能是被迫要逼停 但是彻底嗨的是被小鬼打下来了 这样的话达纳瓦正面人数完全不多 一瞬间达纳瓦直接送上两分 直接碎了达纳瓦 然后收尔的分数是被天霸拿了 前面还在说两句前面两句打下来 这感觉好像找到找回了点了对吧 怪的分数好像还真不够近 不够他应该过下100多分吧 他好像有100多 是吗 我这个还真不记得忘了 说实话我也忘了 他现在只要在80分以上他就稳静 你把狗达他已经是完全做成 一个贝斯人这你还想跑老飘 跑哪儿去啊 这一波直接命作 龙将军打这种空位 但是他就是稳稳的远 是的 经典 但是Treehead这里是把monsters给放倒 我觉得问题不大能玩 暂时还行 因为最老六的那个没了 嗯 这个时间打药吗 这个时间 地方已经开始拉枪线了 再拉几波 想扔雷反制 而另一边的话 天霸跟New Happy换身 已经是被蓝色银给烧倒了 蓝圈这有枪线啊 真得小心原点啊这一下 是的 小心 反而是这边打的是比较慢 但是小武力的原点是把QHUD打掉了 而GN其实碰到了4M 4M好像大生意 嗯 经济可能要没了 宋江正面是放倒了旺仔 右上角一波刷屏 FM全面的经济 MUSA MUSA 损干爆炸 这波是给了GFY机会 17那边的枪线其实打的确实两边都能覆盖啊 他原点架 然后近点再放两个 想过来劝架 17已经跑出去拿分了 是的 要过来劝架了 小鬼后点的架枪 这波17已经在屁股后面虎视丹丹 要出枪了 这边送枪 放到了旺仔 只剩老橘 主要老橘这个血量很残 背身的话17也过来了 FQ要被夹 这波17应该是要把这边的分数照单全收的 看到了老橘的位置 知道自己背身来人了 先放过烟 但是这个底波跑不了了 小北拿下一分 7-7 这一颗手雷 自爆手雷是顺便把小陶也带走了 我看到 怎么是都进了这个小房 吃到雷了吗还是 应该是在多方交手 就是可能用投资物这种互换了一波以后呢 然后无奈之下 对吧 聚在一起 然后被七七给淘汰掉 位置确实也不好 蓝圈来了 而北边是4M跟天鹿 这把4M的开局其实开得还不错 是的 他主要是打完天地以后手感也来了 是的 希望4M能够在最后的三把刀中 能够越打越嗨吧 嗯 DK听到枪声也要去劝架了 上桌子还在北部 DK跟4M一波上 上坡的一臂弹 王兴是直接躲进烟里面 规避了第一波枪声 Under被狮兽放的 4M能拿到这个信息吗 是的 因为天鹿现在倒地的人特别多 好像天鹿只剩骄羊了 啊 维C面放到了D 放到了Loki 但是王兴被曼头一颗雷炸倒了 小鹿也被补掉 这边的战斗的话确实是比较胶着的 是的 嗯 DK最后也是被淘汰掉 10杀了 哇 好夸张 4M这把其实手感是很好 找到感 接下来17的话也要往反坡贴 但是往反坡贴的同时 他肯定要选一个队齐打 是的 哦 但是这把GFI能多混点吗 他现在就混在这个 是 混在陨石坑里面 现在GFI里面的信息 这一波输出那是相当大了 那确实啊 只能说今天起的打法 打快也不行 打慢也不会玩了 整体是 FORM的阵型是摆好了 但是 第一颗手雷没能命中 宋家孩子眼里混 顾敏是放到了王兴 哦 这边的话反打 但是对方人数比较多呀 有机会 哦 一打一 阿伟 只剩TOSI一个人了 先补分 TOSI在哪呢 他在蓝圈里面 他在蓝圈里边 他看不到 现在看不到 他现在想先补分 先把分补了 不知道最后对方 居然还在这个蓝圈里面 没有想到啊 打了个大颠倒 但是Heaven就肯定是救不了了 对 这分应该也能拿下 USG来了 想吃分 哎呀 分数被K了 开打了 这把FORM拿了12个 是的 可惜是最后一天 他要是第一天 这直接一把开窍了 嗯 这把纯纯的打边 哦 如果有圈的话 一直有圈 真能混啊 哎我也想起那把 那把DG98那把 都能打他 他想占那个小平台 但是由于Pero 那个防区不在圈 Pero往上顶 KTF这个时候 也在压缩时期的站位 是 两支左右两支队伍 去夹着他打 难道是17点难受 是的 只剩两个人了 老的玩了 黄自龙放倒了17兽 将17只剩小每一个 这把分数也不是特别多 拿到6分 这把还得看 Pero能打多大的 200分了 能打多大的这个分数 因为现在前两名都没了 对 还能拿一分 5个淘汰 又可以旋风斩了 太怪了 有一说一就是18分 还不足以到达第一梯队的位置 等到第二局打完以后 感觉好像 难道说真的有那味了吗 你看他还在拿分 关键是要补掉了 补得到吗 补得到吗 好像可以补 对方有压 那这半波也能踩 这半波 第一时间肯定 KTF站上坡的人 肯定跟Pero是打不起来的 我觉得要抓一个什么机会啊 抓一个 先顶了 小左在旁边 侧翼的支援 哎呦 没眼睫 坏了 坏了 这个位置要被修绝了 爬进去了 爬到了掩体啊 没有车才能扶 哦后点加上 蓝圈就在自己的屁股后面 CVR卡得很死 这个低炮雷插得很久 一颗雷 这里的话确实没有办法了 我们刚刚看到 他的位置已经不在圈了 已经是被卡得死死的 是的 哦 再扶 这个应该是能够救起来 KTF LUSH好像没有 给点压力 给点压力 哎呀 要吃蓝圈了 有点难受 哎呀 这个要没打上来 反而被蓝圈给赶上了 黄之龙二道 这还好有烟 是的 这还好有烟 呃 要过来扔雷了 怕的就是这个场面 我怕这颗雷呀 这个雷好准 要出事 坏了坏了坏了 这不真坏了 就怕这个场面 就怕这个场面 呃 整体的节奏被拖了一下 这样的话 KTF 也是因为KTF 当时他那个地形的房子 会很难打 就回也回不去了 现在你看 黄一鸣在那个厕所 对吧 高点也有人 然后过点也架的有人 就还影响你的得分效率 是的 问啊 不是现在没人能去处理从江啊 我觉得还可能能混点分 你看黄一鸣 这个点我真的是跟队友结合不了啊 这个就没办法了 打掉他以后 现在佩瑞只剩下了一个 马云龙 这一波逐渐的蚕食 是将Pyro三人是全部淘汰 再来一颗的精准命中 塞到了马云龙脚下 很伤 哇这波真的太伤了 就是本来是一个追分的好机会 是的 就反而变成了让BGP 我觉得不至于 不至于 我要是出现这种 我很难接受啊 要是出现这种 其他三个队直接解散 现在直接 直接滥 我觉得直接解散了 呃 高点一顿输出 全部混淹 但其实这个时候 已经没什么效果了 蓝军就在自己的屁股后面 这边打得非常的坏了 因为自己只剩困 你跟K两个人 连打debc秒也没了 你看看宋江 老孙江还炸到一个 关键是 高打一阿卡德 没顶住 这个时候往下撤了 不慌 宋江先机一路 三打一打一打一 我 关键宋江还拿了一分淘汰分 你能信 又顶了第三名了至少 而且 我 好打个闪接触 时间没卡好 好打 OK 没拿到 哎 这都让他混得掉 我受不了了 真的 这个老孙江还不给分 不是有人在让这个栏 什么意思 他还要再算一个 阿卡德 阿卡德 阿卡德